國民黨的群眾場 永遠都會要求自我克制 你去看韓國瑜的分別就知道了 韓國瑜對韓國瑜很忠啦 可是真的要衝 他們也會這個謹慎 民進黨如果覺得立法院 他非常生氣 他被鎮壓 他就直接躺著就爽 不走啦 你可以想像國民黨的立委 就躺在立法院不走 你會想像嗎 你會想像嗎 國民黨的立委會先說 我去走一下椅子 排斑 那個等一下 我現在講的是場內喔 不是外面喔 先排斑 場內 場內民進黨可能就直接就躺在地上 他就不走 他怎麼會讓美台走 針對這次總預算案和視線風波 假設執政在野的角色互換 民進黨是不是會直接在立法院外 埋國造反展現野性跟你拼了 為什麼國民黨的顧忌這麼多 缺乏這種野性 該如何反思跟提升呢 如果今天是再也跟我們這個 這個執政互換的話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在外面 跟你保證司法院被包圍 我跟你保證 事實上昨天我就有在問朋友一個問題 我說國民黨也有動員群眾過啊 那不然洪三軍怎麼來的 結果我問的那個朋友剛好洪三軍他在場 你知道嗎 他就跟我講說 那不是國民黨的場 是私民的 對 大家是衝著私民的去的 對 所以有很多中間派 那 國民黨的群眾場 永遠都會 要求自我克制 你希望韓國瑜樂粉你就知道了 所以韓粉對韓國瑜很忠啊 可是真的要衝 他們也會 這個謹慎 所以怎麼樣是 是黨 以及支持者的習性就是 溫良公減讓 我也不要用這個詞啦 就是 勾矣 不習慣衝撞 就是 就民進黨有那個 穿草鞋的啦 衝撞 反正天下都是衝撞來的 我用台語叫 龍門開靠啦 就是 覺得 已經不講理了我就衝了啦 我不會再想別的啦 我就舉個例子嘛 我在立法院帶過思念 民進黨如果覺得立法院 他非常生氣 他被鎮壓 他就直接躺著就不走了 你可以想像國民黨的立委 就躺在立法院不走 你能想像嗎 無賴 你能想像嗎 國民黨的立委會先說 我去找一下椅子 排班 那個 等一下 我在講的是場內喔 對啊 不是外面喔 場內 場內民進黨可能就直接就躺在地上 他就不走 他準備讓你抬走 對啦 那國民黨的立委真的不會走 太陽花也是啊 太陽花的場外也是直接就跟你躺 就是這樣 你水柱去抽 我這個就是 這個坦白講也不是好事啦 就是他那個 衝撞灌了啦 那你也曾經有這種路面的氣口嗎 不然怎麼會選上 所以你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不給你通告費 你也會躺在這嗎 哇 這個太小了 我哪裡跟你計較這個 那我一個月沒有給你通告費 你什麼時候才會躺在這 這個太小了 所以你在當下那個氛圍跟那個勢頭下 你也是會躺在那裡 不是因為 整個黨的Fu都是這樣嗎 那你現在還是 如果再給你 目前的你 你還會這樣躺在那裡 你還會主張要躺在那裡 不是個人決定 你還是會主張應該躺在那嗎 我跟你講啦 那個像這個憲法法庭這個 根本自己就在立法了嘛 他僭越他的解釋權 解釋權是被動的 只要你現在主動立法 你以為你是立委啊 對不對 這個 憲法法庭自己違反憲法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啊 我跟你保證 這個司法院一定被包圍的 如果民進黨是在野黨 你看胡思雅在那邊講 屁話說你們就是違憲罐 我的天啊 他還講自己 這個 他想到就衝撞了啦 就好像那個法務部長 邱毅會去踢大門一樣嘛 對 不小心把門給踢破了 沒想到那個板子那麼薄 那國民黨現在沒有辦法 重新培養或是 很難 真的啊 國民黨只有個別的立委 對 會幹這種事 我們有看到現在有進來的一些 會願意這樣做的 有幾個有可能 可是我以前看到的像林維洲也是 民進黨過來的 我覺得林維洲至少有帶出一點 民進黨的氛圍 只是沒有辦法全 他就是民進黨的 我的意思是說他有把那個手段 帶來國民黨黨官 國民黨選不來嘛 對可是國民黨黨黨團 沒有一起被帶動的力量 國民黨只有一個 那個以前有一個姓孔的原住民立委 孔文綺 孔文綺幹過 那是原住民 那國民黨我看衝撞了 只有鄭立文跟林維洲 兩個都是民進黨過來的 因為那一屆剛好是我跑 然後那一屆我就超級有感 就只有他們 因為我就覺得有一度 因為我還記得就是監察院的人事案 陳菊這些 然後那天就是在連假他們突然突襲 然後我們就搭累鑰匙趕快趕過去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終於國民黨硬起來了 然後我也曾經想過說 就是這兩個帶頭 這兩個都從民黨過來的嘛 就鄭立文跟林維洲嘛 所以他們 以其人之道 還至其人之爭 知道對方在玩什麼 所以他們現在也來搞這一招 那當時還真的有一點出其不意 雖然結果都一樣 可是我會覺得這段期間 還蠻讓我看到有點亮點 但後來開始躺平了 就人家是躺在裡面 他們是躺平 這個也是部分區啦 你說我是區域的 據我了解國民黨的選民 比如說羅志強 你說不該他們這樣子 對 比如說羅志強其實 個性也蠻甘直的 對 羅志強如果做這樣的抗爭的行為 我也不會太意外 可是他的大安區的選民 就會有不同意見 問題在這 可是喜歡羅志強的人 他就知道他是這樣的個性 應該就會 對不起你現在一區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會接到電話 不要這樣 說哎呀羅偉人你是很優秀啦 我們這樣 好像你可以不要這樣 這種聲音會出來 國民黨真的 選民跟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是一面倒 讚啊 會有人送花到你的辦公室 你知道吧 來鼓勵你 送花來辦公室 然後有人就 因為我以前也車輪過服務處 啊有人就會買那個點心啊 零食啊 送到你的服務處 你做了什麼好事 可以得到那個 鼓勵你的勇敢 最兇的啦 你看王定宇啊 王定宇那天 在台南孔廟半島的張明清 這是非常糟糕的行為 對不對 你就看他辦公室隔天 加油打氣的 送軟的送東西的 就是這樣啊 那是因為 有些人跟大陸關係比較好實在看不下去 所以有人就來威脅王定宇 那是台南的 一個大咖的啦 那個江湖人啊 那他後來才不談這個事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你講啊 這個水平真的有差很多啦 差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有其實比較支持藍營的 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覺得今天如果真的你的選區立委 去做這樣的比較手段 你就抗爭啦 激烈一點的抗爭的話 你真的會覺得買啦 不要這樣嗎 還是到今天這個局面了 你也確實覺得官逼民犯 我跟你講我以前看過費洪泰 衝第一線 那他那次還割到他的手 同一次 對因為我剛剛講 我也看過他衝第一線 他一進去的時候 韌帶直接被玻璃刺 那個玻璃刺 玻璃刺的 然後蠻熟識血 我當時留下深刻的陰影 你知道嗎 非常危險 他後來花了好多時間喔 對那個非常非常危險 對 是 也看得出不擅長 可是當時真的在努力 去做 沒有啊整個黨的FU啦 去做抗爭 那推擠當然有啦 可是 我們不要講那個議場的啦 我們講 群眾的 對啦 因為這個事情 是群眾場嘛 就是 你對視線 覺得大法官越全嘛 可是你沒有辦法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極度 架值 提供 充足 明天 民主 公司 登陸 充足 為何 超 港